好 各位粉丝嘛 我是鸣哥 然后鸣哥继续给你们更新单子 然后这是一个湖南粉丝继续的荣誉20 它这个是之前是进水 但是在当地修过 没修好 修不开机 然后它当地说了是CPU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检查一下吧 亲自打开检查一下吧 因为它这个在当地拆购 我们打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打开以后 看到这个底下是被修过 看到这里 这个芯片都冒出来了 说明它这个已经修的 估计是修的很弯了 我们打开把这个 钥子打开看一下里面修成什么样子 它这个就是钥子被拿了 钥子没安装 就是屏蔽罩没安装 我们先断电吧 还有这里 这里这个 板层的皮也被拉掉了 也被拉掉了 我们把主办全部拿下来看一下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所有的罩子都没上上去 屏蔽罩都没上上去 然后这边很多板层都 起屏蔽罩的时候全部掉皮 全部掉皮 这种修的太烂了 我再观察一下CPU里面有没有动过 如果再动过CPU 那就直接回 可能是没法修了 我在行为镜上观察了一下 CPU自破 貌似是没动过的 没动过的 那没动过的话 有可能还有救的机会的 但是这些板层这些表皮 被撕破破烂烂的 希望不要上着线路 如果上着线路的话 这个修起来也太麻烦了 这个就是 修水机一定要找专业 找不专业就是破坏手机 不是修手机 又是实话 就录到这里吧 金内牙尾吧 双击加关注感谢支持 录的录到这里了 我们顺便把电流看一下 我们加电看一下什么电流 这个手机我们加电了 但是漏电 6.57毫万 6.57毫万 这个好 就看到这里了 暂 스턴 20毫万